這麼說 心臟的喘 我剛剛有說的三大類 其中有一大類叫做心臟衰竭 它的其中有一個症狀叫做端坐呼吸 端坐呼吸 就是要坐起來才行 所以這個的話 你只能躺下去你就會喘 那有的人就得墊兩個枕頭才能睡覺 有的人整個晚上都得坐著睡覺 這屬於心臟衰竭的一部分 但是問題是端坐呼吸不只是心臟衰竭 譬如說你很厲害的胃酸逆流 那有的肺病它會引起這種類似的症狀 心臟不好會喘 肺不好也會喘 貧血也會喘 太胖也會喘 太瘦也會喘 腦神經衰弱也會喘 牽牽運動也會喘 還有一大堆問題會喘 所以你喘不見得是心臟 也不見得是肺 也不見得是什麼狀況 那怎麼知道 所以就要靠醫生來幫你做判斷 所以那心臟喘它通常有些特色 心臟喘會分三大類 心律不整的喘 第二種是真的心臟衰竭的喘 還有第三種喘 我們叫做無痛性心腳痛的喘 它是因為心臟血管塞到喘 所以心臟只有這幾種 肺部還有鼻塞會不會喘 會 上呼吸道的問題會不會喘 都會 所以心臟 肺部 貧血 如果說女生月經太多 然後貧血很厲害也會喘 太胖了會不會喘 當然會 太瘦了 你現在沒有肌肉了會不會喘 會 那有的是重症肌無力 那些肌肉沒有了也會喘 然後欠缺運動也會喘 所以太多問題了 所以這要找醫生來回答 這麼說 心臟的喘 我剛剛有說三大類 其中有一大類 叫做心臟衰竭 心臟衰竭的時候 通常就是腳會腫 腳會腫 然後人會喘 然後那種心臟衰竭通常是心臟的功能比較差 它會造成喘 那另外它的其中有一個症狀 叫做 端坐呼吸 端坐呼吸 就是要坐起來才行 所以這個的話 你是躺下去你就會喘 那有的人就得墊兩個枕頭才能睡覺 有的人整個晚上都得坐著睡覺 這屬於心臟衰竭的一部分 但是問題是 端坐呼吸不只是心臟衰竭 還有很多問題也會造成 同樣的是端坐呼吸 譬如說你很厲害的胃酸逆流 那有的肺病 它會引起這種類似的症狀 這大概第一件事 但是呢 心臟我還說還有另外兩種喘的方式 另外還有的人 心臟喘是因為你的血管塞到喘 那種就跟你有沒有端坐呼吸就無關了 或者還有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說的 心率不整的喘 跟這種端坐呼吸也未必有關係 所以這應該這麼說 有一種心臟病 它會造成你墊高枕頭會比較好 但是這同一個症狀還有好多個疾病會產生 所以有點複雜 我們正常的心跳是每分鐘60到100 60到100 然後每一跳的心跳 大概都會打出一定的一定數量的血液 但是如果說你跳太慢 我先說最簡單的跳太慢 所以我們有時候我們說 心臟的輸出量等於你每次收縮 所能擠壓出去的血液 乘以你的心跳數 換一個說法就是說高鐵 你能運送多少人 那就等於說你的高鐵的班次 然後乘以它高鐵每次的裡面的人數 但如果說你高鐵班次剩一半呢 就等於你心跳的速度如果剩一半 就變成你的心臟輸出量就剩一半 所以心力不整當然會喘 但是還有的時候跳得太亂 因為有一種心理不整 我們叫做旗外收縮 它的心跳是這樣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那那個咚咚 那個第二跳停的那一跳 其實就等於說 原來高鐵是半小時一班 半小時一班 結果有一班呢 它在你第一班剛發了之後 五分鐘你就發車了 那這樣這一班是空空的 所以那一跳是空車 可是在下一跳呢 你又變成等於說 11點半的那一班沒有發車了 變成要12點才有車 所以就等於少了一班車 所以就等於等於你少了一班車 所以少了一班車 所以你照樣也是一樣 輸出量就不夠 所以你這樣也會傳 所以它當然還有跳太快 它就變成每次能夠運送的人數減少 就是那個也會造成問題 所以都有一些複雜 也會來追求 你只要給我的一個顏色 就是以後 開始時 遇上也可以 我會做到什麼 做得到 你也是 你是 入心 入心 使用 你 在想 在答案 解釋 你 ienne